新增元件 插入底下的新增元件 进来就与JOE 确定 进到我们的元件库 看实质就知道 来T点一下 建议你 底下先给它一个颜色 油漆筒的颜色 进到我们的元件库 我们选深蓝色就可以了 配合等一下背景是黑的 好点一下以后 打上JOE 三个字 如果不换色了 就不用动 要换字体选起来 那你要换颜色 换大小换字体 OK了以后 你可以用自由变形工具 再稍微的把它拉大一点 没关系 把它扁长一点 这样的话视觉上比较清楚 好了OK以后呢 我们把它对齐到 舞台的正中央 好关键来咯 接下来麻烦各位 把它打散 它现在是不是有个框 请各位呢你可以用快速键 Ctrl加V的方式 Ctrl按住点一下V的方式 点第一次 还不够 因为还有框 再点第二次 是不是变网状了 对这样就是我们要的 它已经变图形了 各位它变图形 你就不能再改它的字形 因为它已经不是字了 你现在把它视为 一个是图形 图形 等到你把它打散之后呢 请各位用我们的 你现在看到的是油漆筒 点下去不要动 跑两个 请各位用墨水瓶 墨水瓶的话呢 指的是外框线 所以这时候呢 请各位尽量选亮一点的颜色 比如说选亮的绿色 在上面啊 掉嘴 点在上面 等一下 那各位呢 你们点出来的线 应该跟我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好 各位你看一下 这个太粗了 好 我点出来呢 是点点点 因为我有经过设定 来 我先会退回来 好 等一下呢 麻烦各位 墨水瓶 你暂时先不要用好了 来 请你呢 用黑色的箭头 当你把它打散之后 我们把它选起来 请各位注意看 右边 有没有看到 这边 这边 笔画跟我们的这个 外框线 现在是没有颜色 嘿 现在是没有颜色 笔画这边 当然它就不让你选 这边有点状线 有没有看到 这边啊 你们的内定值 应该是那个细的 好 等一下 算不容易选 好 还是要跟它点加 对 把模拟 可以 好 好 假设 好 你们哦 还是先点好了 因为呢 你们本来没有线 它就不让你设定 好 记得用墨水瓶 选一个亮一点的颜色 点在那个 点在这个 字的边边 它的框框 才会跑出来 然后呢 麻烦各位 有线了以后呢 把它选起来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让你改它的颜色 已经不用改了 笔画 各位请看 有了它的外框线 你这边就可以设笔画的粗度 还有 这边 你看看呢 一般你们应该都是属于这种细线 你们内定值都是先定位在这个极细线 你把它点下去 像我是用扁状线 因为这个比较接近那个霓虹灯的颜色 点状线 点状线 然后呢 或是点颗线 我看看 点颗线不见得好看 点状线 好了 然后呢 我再把它慢慢加出 加出到哪一种程度呢 基本上 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太粗 这样就看不到 连字是长什么样子都看不到了 所以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字啊 还是可以分辨的素来比较重要 所以这边啊 比划 要调一下 样式是点状线 请各位注意 这样比较小 迷红灯的一闪一闪的这样子 好 第一个字就完成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完哦 它还不会闪哦 我们只是完成第一格的动画而已 第一格而已 来 我在这边等各位 你先完成第一格 你把你的字做好了把它打散 把它打散 打散完毕以后 用墨水瓶去上色 上在呢 用墨水瓶滴在字的边缘 它就才会产生外框线 就是它的图形的外框线 哦 有了外框线之后啊 你再用黑色的箭头 把它选起来 全部选起来 去改 线的样式 改线的粗度 哦 我刚刚坐到这边 所以呢 看一下 各位再看一次 当你呢 用墨水瓶 选个颜色 点一下 点一下 已经让它产生线了以后 用黑色的箭头 整个全部选起来 再到右边去改 舒适度 改点状线 我建议你先改 点状线 再改舒适度 你的效果 比较容易看得到 好 等到你已经OK了以后 等到你呢 这边都调好了以后 我们到第二格 第二格 记得算是第一格嘛 第二格 插入关键一格 你插入关键一格以后 现在是不是在第二格了 请各位去改 外框线的颜色 记得哦 里面不要改色 改外框线就好 这次都要改亮一点的 黄色 有没有 是不是改过来了 好 再做一个 我们总共做三格就好 第三格 插入关键一格 这次呢 也一样必须要不同的颜色 针对外框线的颜色 好 那我就给他一个 粉红色 好 这样子 到时候他们在黑色的背景 撑托之下 就很亮 好了 这样子 一个字完成 一个字就完成 我们回到场景一 OK 这样子一个字结束 那我们等一下呢 还有两个字要做 方法都一样 方法大致上都一样 所以等一下 请各位呢 第二个字是marry 第三个字是stone 如果你会做 都通通把它做完 好不好 这三个字呢 通通都是在原件库里面完成的 那如果还不太会做 等一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 我继续再把另外两个字做给你看 你先依照黑板整个流程 先熟悉一下